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 别逗了 美国宇航局 能够在天上飞逝 人类一个很久远的梦想 当今和这个梦想走得最近 是一个庞大的组织 美国宇航局 简称NASA 这个组织是美国的一个政府机构 局长是总统任命的 他直接对总统负责 如果你对这个机构感到陌生 那我告诉你 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 就是NASA完成的壮举 别逗了美国宇航局这本书 主要讲的是NASA 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 干了哪些事 搞明白了这些事 可以说你基本掌握了 人类太空探索的历史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中国作家 名字叫龚孤儿 孤是一个金字边加古代的古 一种元素 龚孤儿在2005年的时候 参与创办了一本天文杂志 每天接触到很多来自NASA的资料 渐渐对这个航空航天机构 非常着迷 可是也没找到专门介绍 他的书 于是决定自己动手 搜集资料 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别逗了美国宇航局 可是从头到尾 总有另外一个角色 跑出来抢气 这个角色就是苏联 苏联第一个发射了 人造地球卫星 第一个把人送上了太空 就连登月这个事 大家都知道 是美国人先干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是苏联第一个实现了 无人探测器 在月球上的软着陆 简而言之 苏联几乎一路领跑 这本书就围绕着苏联 与美国的这场太空竞赛展开 咱们先说说 美国宇航局的诞生背景 故事要从人造卫星说起 1946年就有美国科学家说 只要推力够大 送个什么物件去太空 绝对没有问题 问题是真把卫星送上去的是苏联人 那是11年以后 也就是1957年的10月4号 更让美国人郁闷的 还不是说差着苏联几条街 而是苏联就比他们的发射日期 早两个月 当然美国那个卫星发射失败了 是总统委托海军干的 既然海军不行 那就让陆军来干 这个差事就交给了陆军的弹道导弹局 他们的头叫冯·布劳恩 是俘虏过来的纳粹德国火箭专家 早年在德国的时候 他就领先美国搞出了V2火箭 在欧洲战场上疯狂的发射 搞得盟军很紧张 布劳恩带队忙了两个月 终于把第一颗卫星探险者1号发射成功 这是1958年2月1号的事情 之后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 他们一口气发了5颗卫星 其中带上天的仪器 还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球保护层 范埃伦辐射带 这个强磁场带 能让射向地球的那些带电粒子偏转开去 不至于打到我们身上 其实苏联人的人造卫星2号 早就发现了这个辐射带 只不过他们没说 保密 所以这叫一个不服气 再来吧 不就是往卫星里塞仪器吗 咱们有的是苏联的人造卫星3号 重量就创了记录 1.3吨 美国的第一个卫星才13公斤 所以赫鲁晓夫很得意 在一个阿拉伯会议上说 美国人的卫星才橘子那么大点 他们得发射好多 才能赶得上我们苏联 这差不多就是美国宇航局 成立之前的背景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意识到 落后苏联不是既不如人 只是航天资源太分散 于是向国会打报告 要求成立国家宇航局 随后国会就通过了 国家航空航天法案 1958年10月1号 直接由美国总统管辖的 美国宇航局成立 美国陆海空三军 跟航天相关的单位 都被划归美国宇航局 比如成功发射卫星的 陆军弹道导弹局 还有海军研究实验室 空军的火箭发动机研究所 等等机构 接着美国人发射卫星就上瘾了 用卫星背着照相机 搞军事侦察 再背上摄像机来看云书云卷 也就是气象卫星 后来还发展了通信卫星 用来传送无线电信号 美国人发射卫星上瘾的时候 苏联人其实已经在往卫星里塞动物了 这个人造卫星2号里就有一条狗 这明显是以后想把人也请进去 因此美国人赶紧宣布 我们肯定第一个送人上太空 这个载人航天计划 叫做水星计划 很快连宇航员都选好了 这么信心百倍的干了两年多 突然就传来了苏联人 加加林飞上太空的消息 1961年4月12号 一点预兆都没有 直接就上去了 其实人家苏联也没拉下任何步骤 先发射过五艘无人驾驶飞船 也试过动物 只不过美国人对对手了解太少 23天以后 美国宇航局把阿兰谢普德送上了压轨道 在载人航天上 美国人又落后了一步 这个美国宇航局就跟总统商量 怎么办 这个时候总统已经换成肯尼迪 讨讨论的中心就是花多少钱 但是谈来谈去 建个空间站吧 或者弄个机器人上月球 都不够露脸 不足以给美国人提神 所以摇摇牙决定 把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否决掉的 登月计划翻出来 早先否决的原因 不用说就是钱 要花260到380亿美元 在登月之前 美国宇航局还要搞双子星计划 简单的说 就是一艘飞船里住两个人 留一个人看门 另外一个人才敢出舱去看看 这就是太空行走 结果在1965年6月3号 美国人实现了太空行走 可是还是晚了苏联两个多月 说完了载人航天和载两人航天 我们得往后退一退 说说人类登月之前的月球计划 苏联的探测器早早就转到月球背后照相去了 那是1959年的事 这之后一段时间 美国宇航局的徘徊者1号到6号 你瞧这名字起的 从1961年起 就一直徘徊到1964年 各种线路故障软件问题 别说电视信号 连一张像样的近距离照片都没有传回来 终于在1964年的7月 徘徊者7号成功着陆 并且传回来4000多张月球表面特写 紧接着是徘徊者8号 9号也分别成功 传回来1万多张照片 让宇航员提前都知道了 哦 月球表面原来是这样 随后 美国宇航局又开始了勘测者计划 目标是实现探测器 在月球上的自动软着陆 所谓软着陆 就是要保证 探测器轻拿轻放 不能给摔坏了 命令下来还没有半年 在1966年2月9号 苏联人又率先实现了软着陆 三个月后 美国人的勘测者1号 也成功的实现了软着陆 接着勘测者3号 5号 6号 7号也都上去了 在一年半的时间内 做了大量的勘测工作 除了继续拍照之外 还在月球表面挖坑 测岩石成分 甚至稍待做了返回升空的实验 那个勘测者6号 就腾空了三米那么高 下一步就正式进入 人类登月计划 阿波罗计划 这本书详细地描述了 计划成功前的重大挫折 和登月现场那些 令人窒息的危机 1967年 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开始了 出事不理 当年1月27号 NASA模拟发射训练的 驾驶舱发生了火灾 三位宇航员 格里索姆 怀特和查菲 被困在舱内烧死 这艘飞船 只是计划在地球轨道上 环绕一下就回来 原定二位份发射 没想到还在地面训练的时候 就出了事故 后来查出来 设计和管理问题一大堆 比方说 舱盖朝内开 导致舱内的气压增大时 无法打开逃生 还有宇航服用的是尼龙 并且没有阻燃的涂层 就更别提 引起电火花的线路 长达50公里 后来更改设计的时候 光线路就修改了1400多处 这艘飞船 被追认为阿波罗一号 以纪念三位先驱的理想和奉献 美国宇航局很快修改了 过于乐观的计划 阿波罗2号3号飞船 也不用上天了 就在地面只做测试 4号5号6号 改为无人飞行测试 到了阿波罗7号 才有另外三位宇航员 再次进行了绕地球的飞行 然后8号9号10号 都是只飞不降 进入月球轨道 取得了足够多的经验 多方的检验登月舱的性能 终于到了真正登月的重大时刻 1969年7月16号 飞船已经被换成阿波罗11号了 登月过程那些激动人心的细节 相信已经有各个版本的描述 我们不多说它 单说登月过程的那几个麻烦 其中任何一个要是坐实了 都是致命的 第一个火箭发射前燃料意外泄漏 想一想登月要用多少燃料 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火星 全发射场都会报废 第二个前往月球的路上 宇航员报告发现了不明飞行物 后来发现那只是宇宙中的高速射线 第三个着陆前电脑突然死机 第四个引擎燃料不足 只给宇航员15秒的时间反推 相当于说快到月球表面的时候 要来个急刹车 这个时候磨蹭一会儿 就别想飞出月球了 第五个降落以后 登月舱门差点就没能打开 第六个 他们的宇航服 刮掉了登月舱里的一个重要的电路开关 后来用一个圆主笔头 才算连上电路 点着了返航引擎 索性他们都风凶化急 据说美国宇航局 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几位宇航员不能返回地球 他们与地球的通信将被切断 只能在月球等死 或者自杀 尼克松总统甚至把复文都拟好了 这三个第一次到达月球的人 除了尼尔·阿姆斯特朗 和埃德温·奥尔德林 脚踩到了月球的尘埃 还有一位迈克尔·克林斯 压根他就没有出登月舱 忠实的守在里面直到返航 他们在月球上留下了一块 到此一游的金属牌子 尼克松总统的大名 也跟仨宇航员签在一起 在阿波罗11号有惊无险的成功之后 美国宇航局又发射了 阿波罗12到17号登月飞船 除了13号白跑一趟没能着陆 其余的各式行动还都成功了 只是公众的兴趣也慢慢淡了 1972年底 阿波罗计划结束 这回苏联人去哪了呢 苏联其实也有自己的月球计划 他们的月球探测器编号 从1号开始 一直发射到1976年的月球24号 才算是结束 那为什么没有把人送上去 背后有这本书不得不说的故事 苏联在这十几年的竞争当中 可以说成也火箭败也火箭 美国人那时一直心里发毛 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苏联航天 每每领先自己一步 要说举国体制 那个时候美国宇航局 已经把全国的力量都给整合起来了 何况还有冯布劳恩这样的火箭专家 他给纳粹造过火箭 又帮着美国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 其实美国人不知道 苏联刚好也有这么一位天才的火箭专家 谢尔盖·科罗料夫 他是苏联火箭之父 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学生 这位火箭之父最早设想了 卫星宇宙飞船这类太空飞行器 并且讨论了火箭可以达到的最大速度 构想了多极火箭 可是他本人没有实现这些构想就病逝了 科罗料夫就继承了他老师的航天梦想 老师独步天下的理论高度 和他本人扎实的技术训练 足可以让他领军苏联航天 但是政治运动差点毁了这一切 在人家纳粹玩火箭正欢的时候 科罗料夫碰上速反 在劳改营大吃苦头 差点死掉 后来1945年 苏联红军在德国前线 发现了火箭外壳不识货 就只好把这位科罗料夫派去看 那为什么只剩下了外壳呢 因为美国人先到一步 发现几百枚火箭 外壳太大带不走 就把内心给拆走了 哦 还有一帮专家也带走 剩下的可不就只有外壳了呗 这些苏联也要拿火车通通运走 科罗料夫当时就明白了 他劳改的这几年 德国已经把他梦想中的火箭给量产了 苏联军官们知道真相以后也很震惊 这个一来二去 斯大林也意识到 火箭这玩意可是个大杀气 紧接着的赫鲁晓夫更加器重科罗料夫 一旦有了权力的加持 科罗料夫的理想这回有戏 科罗料夫说我要搞卫星 我师父说过这东西能成 领导通知就立刻吩咐造了一个坦克那么大的卫星 科罗料夫看到这么大一个东西 差点崩溃 后来重新弄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卫星 里面只有一个发泡机 科罗料夫在1957年底把他送上了天 这段时间咱们说起来一笔带过 可是从1945年到1957年 这可是打基础的十多年 老天就好像特别公平 特意让科罗料夫的冤家对头 那个先行一步的布劳恩 等了他这十年 布劳恩是美国福获的火箭专家之一 此人两年就读完大学 一年半就拿到博士学位 很快在1937年的时候 差不多是 科罗料夫被送古拉格集中营的同时 开始领导纳粹德国的火箭研究 在二战结束前的那几个月 德国发射了几千枚V2火箭 这种火箭速度奇快 六分钟就能打到英国 还好打得相当不准 而且纳粹军队大势已去 才没有造成特别要命的威胁 这种火箭速度